中国女排国手徐云丽在今天福建一排,对镇山东女排的比赛中不幸受伤,让所有的女排球迷们的心都揪得紧紧。 虽然徐云丽已经送院治疗,但是具体情况却还不从得知,排球没有明显的身体对抗。 但是运动员受伤却不是什么新奇的事,前男排国手汤鸟就曾在训练场上受伤,至今还要依靠伦理生活。 徐云丽受伤说到汤鸟,知道的人可能不是很多,但如果提起汤鸟的前妻,前中国女排的主力二传周苏洪,大家肯定都会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是的,汤鸟曾经和周苏洪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直到汤鸟的那次意外受伤改变了他们的婚姻状况。 2007年6月15日,汤鸟随上海男排赴俄罗斯参加友谊赛期间,在一次热身活动柔韧练习中,不渗头不着地。 摔成了重伤,虽然进行了紧急救治,可也只是保住了生命。 汤鸟胸部以下失去了知觉,医生诊断为脊髓损伤,要想完全康复可能性非常低。 为了照顾丈夫,周苏洪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苦,一边要参加女排的训练和比赛,一边要料理汤鸟的起居饮食,帮助她做康复性锻炼。 汤鸟不忍心年轻的妻子把青春浪费在自己身上,认为最深情的爱事不拖累,就很心向周苏洪提出了离婚。 但周苏洪不愿离开,无奈之下,两人定下了约定,一起再生活五年,如果不行就离婚。 五年后,汤鸟依然只能在轮椅上生活,便要求周苏洪离开自己。 周苏洪和汤鸟在2011年宣布离婚,但两人之间的感情依然非常深厚,就是周苏洪在婚,依然对汤鸟的父母非常照顾。 周苏洪的为人赢得了广大球迷的一致赞赏,后来,汤鸟瞒着众人低调在婚,也通过试管婴儿有了自己的孩子。 周苏洪也经常带着她和现任丈夫的女儿去看望汤鸟。 郎平和安家杰教练前几月也刚去看望了汤鸟。 汤鸟的人生经历了不幸,但万幸的是她有不离不弃的周苏洪和郎平等排谈朋友一直关心照顾她,希望今天受伤的徐盈利也能及人自有天相,早日康复。